然番剧场 然番啦 风起难得换了一身的症状 调来一辆虎婆专车 亲自送小家伙来到了星城西门 现在的星城西门进行了扩建 主道变得十分宽阔 与星城西部几区相连 每天运输前线资源的车流量 络绎不绝的往返 除此之外 这里还开设了一条通往前线的班车 用于接送战士往返星城 与西区前线 下了车 风起将小家伙送至车站等候区 新一轮的班车还未驶来 风起开始叮嘱小家伙 身处前线时的注意事项 小家伙很是乖巧地点头倾听 当班车驶来 风起提起行李送小家伙上了车 临别在即 风起忍不住再次叮嘱小家伙 身处前线要时刻保持警惕 注意安全 小家伙闻言 脸上洋溢起了灿烂的笑容 自信道 七叔 您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 将来我还要给您养老呢 十三年后 琥珀研究院训练室 结束了土纳训练 风起来到沙发处坐下 伸手拿起摆放在身前的精神安抚药剂 可还未饮用 他忽然停下了 望着透明玻璃瓶内淡红色的液体 他的内心升起了抗拒情绪 精神安抚药剂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需品 能够有效地缓解他精神层面的压力 但是玉威说过 精神安抚药剂长期饮用 也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主时间线上的他可以不在乎 毕竟特殊体质能够净化精神安抚药剂 带来的隐患问题 但是牺牲线上的他只是普通人呢 精神安抚药剂的毒素在体内积累 随着身体代谢也只能排除一部分 无法彻底清除 如果继续饮用精神药剂 他的身体还会进一步恶化 犹豫了许久 他放下了精神安抚药剂 活下去才是他的追求 精神层面的创伤再痛苦 也总好过身体的衰败 深吸了一口气 他躺在了沙发上 脑海中浮现了许多画面 没有精神安抚药剂的压制 许多记忆画面止不住地涌现 感到头疼的同时 他睁开眼睛往训练室外走去 许久后 风奇的身影出现在了琥珀大厦的天台 微风拂灭 他抬头仰望天空 日落西山 晚霞满天 许多记忆画面止不住地涌现 站在高楼的边缘 他用略显浑浊的眼眸 俯瞰繁华兴城 眼神逐渐地失神 他记得 自己与迷雾之主站在这里 俯瞰星城夜景 发出向未来前进的豪言壮志 远处高耸的那栋建筑 是凌然与银月初始的地方 通往星城一中的那条主路 他还记得第一次前往星城学府的时候 那位话语粗俗 却充满哲理的四季大叔 科技研究院的方向 被黑色逐渐笼罩的灰蒙蒙中 有另一个他 为了真相赴死的决然 母之所及 皆是回忆 心之所向 皆是过往 记忆太过庞大 陷入回忆却忘却了时间 等他回过神来 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 星城灯火通明 与记忆中的星城相比 这座城市在他的改革推动之下 多了许多的新建筑 我怕不是要老年痴呆了吧 想到自己竟然失神了数小时 风起忍不住发出了感慨 随后忍不住地笑着摇头 没有精神安抚药剂 记忆重叠带来的影响随之而来 记忆相册太厚 简单地翻阅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 他决定返回训练室 继续用土纳之法 保养这具身体 一天后 风起来到了星红研究院 躺在宇威私人实验室手术台上 上方的仪器灯光交错 还能听到运行时轻微的嗡鸣声响 八条机械手臂 释放光束来回在他身上扫亮 这时宇威来到了他的身边 用针筒在他的手臂上 抽取了驿管的血液 许久之后 体检结束了 宇威拿着一份体检报告单 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阿琪 你的身体不容乐观 如果不停下精神安抚药剂的使用 而且 当初借天赋能力留下的暗机 不继续恶化的话 也最多只能再撑五年左右时间 宇威说这番话的时候 语气轻松 但是风琪却发现他的瞳孔在轻缠 问题不大 不是有基因针吗 等我撑不住了 就用这个 给我续命 基因针是能续命 但你现在的身体情况不是衰老导致 基因针对你的效果可能有限 玉姐 你最厉害了 一定能找到办法 我相信你 穿上衣服从手术台上起身 风琪笑着开口道 或许 我可能研究一下加强版的基因针 但不一定能够成功 你最近不能再引用精神安抚药剂了 明白 我已经停用了 闲聊了许久 风琪离开玉威的私人实验室 坐上了专车 回到了琥珀研究院 这些年来 琥珀研究院多了许多的新人 为了保证琥珀研究院不被渗透 琥珀研究院现在也采取了 青红研究院的审核制度 且定期对内部人员进行身体检查 前往训练室的路上 看到他的工作人员 都会恭敬地打招呼 喊上一声 风老 听到这个招呼 风琪的心中感慨 不知不觉 他已经突破了当年的寿命记录 并将记录提高至了67岁 他也第一次体会到了 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痴慕的身体就像是风中残煮 随时都会熄灭 即使心有豪情壮志 却也受到了腐朽躯体的限制 时常感觉到身体疲惫 推开训练室的大门 他忽然发现里面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消失了一段时间的迷雾之主 自从埋杀银月族的计划成功之后 迷雾之主就离开了新城 前往了旧日补给区 这条西生线 这是迷雾之主第二次前往旧日补给区 第一次是护送血石任务开始前 提前知晓血石会出现在旧日东补给区 当时的迷雾之主早早地就埋伏在了那里 对于残缺血石 迷雾之主内心渴望 这是一件无比契合他成长的奇迹物品 只要能够获得这件奇迹物品 往后迷雾之主的成长上限 就会被拔高一大截 既然已经提前知晓了护送任务期间的风险 以及会有超级领域生物的出现 这次迷雾之主自然是没有选择冒险 他提前埋伏在了旧日补给区 在残缺血石被带回旧日东补给区之前 就找到了携带残缺血石的蓝皮生物 并将其击杀 掌握先机 迷雾之主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奇迹血石 这是第一次迷雾之主离开星城 带回血石的迷雾之主沉寂了一段时间 直到埋沙银月族的计划正式启动 筹备了数十年的计划开启那天 星城迎来了为期三天的停电 断能源 那一天星城外的天空出现不断延伸的空间列席通道 收到空间传讯的银月族长 带着银月族战士降临星城外 对于银月族而言 这条空间通道是通往未来的大门 先锋战士们成功完成了计划部署 现在轮到他们去收获丰收的果实了 血练大阵在银月族战士走出空间通道的那一刻 悄然开启 等银月族意识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后路早就已经变成了空间逆流 退路一断 一切都按照迷雾之主计划中的方向发展 源源不断的银月族战士被炼化成血雾 并在迷雾之主操控的凝血阵下凝为血精 洋洋洒洒地自天空中落下 进入迷雾的网坠 迷雾的佩黄